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齐乐意 上周有消息指出 今年美国很可能在西太平洋部署五艘航空母舰 以威慑中国和朝鲜不断增强的军事活动 这种罕见的安排说明 即使欧洲和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美国仍然把印太地区视为战略重心 增加航母是表达对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的坚定承诺 并且展示足够的威慑能力 这项消息是由香港南华早报2月14日 根据分析人士所做的报道 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证实 但是出现了一些征兆 报道称目前已经有三艘美国航母 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 另外还有两艘即将抵达 美国现役航母有11艘 这意味着美国将近有一半的航母 今年将要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 据报道 2月初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加州 圣迭哥母港 驶往西太平洋 另外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航母 近日分别进驻关岛和夏威夷 预计在西太平洋停留到4月和7月 这两艘航母打击群上个月 在菲律宾海与日本舰船进行联合演训 除此华顺顿号航母也将部署西太平洋 在日本恒旭河美国基地住房 以取代今年准备返回美国进场整修的 里根号航母 这样算来 美国近期内将有4艘航母 在西太平洋活动 第5艘航母虽然没有被指名 预计很有可能是尼米兹号 英国诺丁汉大学 马来西亚分校副教授巴顿受访时说 尽管欧洲和中东冲突不断 美国增加航母的消息 显然是对印太地区的盟国提供保证 向对手进行威慑 所发出的强烈信号 表明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战略关注的重中之重 美国展示实力的目的是同时威慑多条战线 以表示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维护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现状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哈特也持类似的看法 表明美国应对各地冲突的同时 更加关注具有优先战场地位的印太地区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西施认为 美国多少航母聚集在西太平洋 可能是应对台湾总统大选后的局势 他说中国不太可能在农历新年期间 冒险采取任何胁迫行动 但是解放军有可能在台湾总统就职典礼 五月中旬前后这段期间 加大对台湾的威胁 日经亚洲2月1日指出 目前有三艘美国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 里根号、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 这是多年来首次有三艘美国航母 在连接冲绳、台湾和菲律宾的第一岛链附近活动 其实2017年朝鲜进行第六次核实验时 里根号、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 组成三个航母打击群进入日本海 进行美韩联合演习 那个时候集中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方向 如今转向第一岛链 朝鲜日报 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友直发表文章指出 第七舰队已经部署 卡尔文森号和里根号 再加上罗斯福号 构成三个航母体系牵制中国 今年华盛顿号取代里根号后 亚太地区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 维持三个航母体系 崔友直说 中国军界人士最初对美国的部署颇感意外 在危急状况一触即发的中东地区 美国只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 却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 之后他们明白了 美国的重心不在中东 而在大国博弈 美国侦派航母应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只是借口 目的是建构针对中国的新型威慑体系 如今传出增加为五艘航母 它的针对性更是不言而喻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从作战的层面上看 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五艘航母 有它的合理性 美国军事专家奥斯本指出 除了利用海底优势之外 任何针对中国迅速吞并台湾 或在南海采取侵略行动的可持续威慑 都可能与美国和盟国第五代战机的可用性和覆盖范围有关 只要有足够数量的F-35战斗机 在攻击范围内 中国很难在西太平洋建立任何形式的空中优势 美国可以选择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起飞陆基型F-35战斗机 但是美国和盟国第五代空中力量 最具有影响力的部署很有可能来自海上 因为陆上基地容易遭到攻击 从航母起飞的F-35战斗机的集体能力 将会被证明是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奥斯本认为 美国海军可以从一艘航母出动50架或更多的F-35C舰载机 这就创造了一种情景 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在西太平洋全面部署第五代空中力量 形成一道空中围堵的墙 投射范围涵盖台湾和南海附近的危险地区 进而改变地区的威慑格局 如果美国选择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五艘航母 意味着空中投射力量 将比以往双航母的打击力量增加一倍多 把攻击行动升级到采取任何形式的中国空军编队 都不太可能达到的对抗水平 一般而言 美国在某个地区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 目的是增强存在感 传达对潜在对手的严密监控和反应能力 并且威慑对手在该地区的潜在挑战行为 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 表明更高程度的威慑 向对手显示更大的军事实力和决心 嚇阻对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 以维护区域稳定 部署四个航母打击群 表示美国更高程度的战略投入 应对多个同时存在的威胁 强化区域控制和反制能力 部署五个航母打击群 显示美国极高的战略决心 压制对手可能的敌对行动 掌握在威胁地区的主导权 同时支援更大规模的多国联合行动 确保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由此看来 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五艘航母打击群 更加重视与地区盟友的战略协作 是以威慑中国所形成的三个航母体系为基础 而做出新的尝试 五艘航母若要常态化的持久运行 后勤资源是关键所在 目前美国在海外唯一的航母基地 设在日本横须贺 显然不服使用 现阶段除了关岛扩建军港之外 最有可能的候选后勤据点 是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以及位于印度洋中部的迪哥加西亚岛 这涉及到外交和港口的兴建 需要时间协调和资金投入 增设航母后勤据点越快 五艘航母常态化持久运行就越靠谱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现在做一个推演 五艘航母到西太平洋活动 或者延伸到整个印太地区 作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会如何部署五艘航母打击群 同时能够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行动呢 第一 在台海方向 部署第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台海外围 专注应对台海周边和南海北部情势 第二 是朝鲜方向 安排第二个航母打击群在日本群岛外围 关注朝鲜半岛情势 同时能够迅速支援台海方向突发事态 第三 在南海方向 部署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在菲律宾或新加坡附近 靠近南海南部与中部提高对南海潜在敌对行动的应对效率 同时具有快速反映到台海和朝鲜方向的能力 第四个航母打击群作为备员之用 部署在菲律宾与关岛之间的海域 能够激动协同 并且平衡对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的应对需求 第五个航母打击群负责监控中国海上战略通道 从南海的外沿到马六甲海峡 再到北印度洋 控制这些海上通道可以作为一种威慑手段 向中国传达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决心 设置中国在这些区域采取具有挑战性的行动 同时平衡打击中国经济和维持全球战略航道畅通需求 减少对正常航运和全球经济的干扰 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情境中 控制海上战略通道可能比直接的打击行动更为重要 也更具有威慑力 五艘航母打击群分散在不同的战略海域 如何相互撤印 保持高效协同作战 是美国海军发挥总体战略的关键 第一 要确立清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使不同层子的指挥官 能够有效地协调和执行任务 包括确定指挥链和分工 以及建立迅速做出决策的反馈机制 第二 是建立强大而且高度安全的通信系统 使各航母打击群之间 能够实时共享签报 命令和战术信息 了解全面战场局势 更好的制定和调整作战计划 第三 要精进标准化的作战程序和流程 确保各航母打击群之间 能够相互理解和执行任务 包括制定通用通信协定 与标准化战术操作流程 第四 是增强各航母打击群之间 具有互补性的能力 能够在不同的作战环境和情境下 发挥最大效益 这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舰船 飞机和武器系统的合理配置与部署 第五 是维持后勤资源链路 能够有效运作 提供各航母打击群 所需要的燃料 弹药 以及后勤维修等资源 为了能达到上述要求 美国多少航母 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区 定期举行联合演训 成为必然和必要之举 以强化并且熟练各航母打击群的 协同合作 提高协同作战效能 眼下是先做好三个航母体系的 设战能力 才能够逐步形成 五艘航母高效协同作战的可能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尽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齐乐义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